你看咱们经常讲讲什么唐代的诗歌啊 讲讲什么唐代诗人的风格品质什么的 但是有一个很有人性化的问题啊 今天有一个小女画质问我的 说老师唐代的诗人谁比较帅 啊我想来想去啊 孟浩然比较帅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得有根据对不对 咱们平常在什么课本上啊 什么百度百课 过去查一下 孟浩然的图片都似乎是这样子的 这玩意儿好像丑着也不帅呀 但是图片这东西 尤其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国画性质的 然后写意的比较多对吧 它真的有多像西方油画一样的 这种性质的描绘也没有的 咱们来看一看史集当中记载的 这个孟浩然长什么样啊 说了襄阳之壮 襄阳的孟浩然嘛对吧 它的样子啊叫棋而长 棋而长都是高的意思啊 那首先一个帅哥个子高的样子 就梳理起来了对不对 然后叫翘而瘦 翘而瘦它能感受到这两个字 都是说瘦的对不对 但你仔细体会一下这个翘字啊 你组个词叫陡翘 那一般是说山的 可是要说把这个翘这个字 用在人的身上什么感觉呢 你想想它不光是瘦啊 它这个瘦是有点那种 骨骼傲力的感觉 对吧 就像山上那种石头凌厉的感觉 所以你想想这个人 这个瘦的那种眉骨高耸 然后眼窝身陷 它就很有立体感 然后颧骨略高 然后这个腮棒它 就我这个胖的样子 肯定表演不出来 那你自己想想啊对吧 翘而瘦 你看又高又瘦呢 通常那种神仙壮帽 大帅哥的这个基础 那就是有了的 对不对 好再往后叫一白袍 穿一身白色的袍子 咱中国民间一种说法 叫要想翘一身笑 那一身笑不就白色吗 对不对 你看蒙浩然就是这个样子啊 一身白袍 然后叫靴帽虫戴 穿着靴子戴着帽子 打扮的还是很整齐很精神的 那啥叫虫戴呢 咱们这解释一下 这个虫戴 它其实戴的是一种帽子 是用戴眼的一种帽子 但是我理解啊 有点类似于咱们看电视剧 像之后里面 女孩子戴这种戴纱围的这种帽子 只不过男生戴这种虫戴的帽子 它是那种黑色的 是有那种纱纸 在这个帽眼下面搭拉着的 一方面它遮挡风纱啊 对不对 它经常在外面去游历什么的 在一方面你想一想 那一阵风吹过 它那个帽子 下面那个纱眼 那么随风 那么一飘 哇 这样一身白袍 加上这样的一个黑纱的 这样的一个帽子 天哪 对不对 还是很有神仙风骨的感觉啊 叫下一个叫乘款断马 它乘着什么叫款断马呢 其实啊 咱们知道 咱中国古代的一个形象 孟浩然是骑驴的 对吧 叫做浩然骑驴嘛 那它这个款断 款断就是走得很慢的意思 我估计在这 有可能是觉得这个驴 出现在这有点不雅 所以它叫做款断马 就是作为那种 走得很慢的马 你想那要是骑一匹白马 绝尘而去 那是那种侠客 或者武将的形象啊 那种少年狼的形象 但是梦浩然 他作为一个文人啊 有种仙气的文人 他作为一个 哎 四平八稳走着的那个马 嗯 也是相当端庄有感觉啊 然后后面跟这个侍从 侍从拿着什么东西呢 一个童总角年纪不大 咱们记不记得出门左转 咱们讲过总角这个意思啊 然后说提书籍父亲而从 这个书童拿着书 那一看就是文化人啊 然后还父亲 琴就是咱们专门讲过 叫指的是古琴 中国古代谈古琴的 都是些什么人啊 什么阮籍啦 姬康啦 那风流运窃的人物 是不是 好了还有再往后叫 风仪洛洛 哎呀 我都难以用现代汉语来翻译了 是不是 风仪就是嗯 这个随风这个这个 遗犯的这种起范的感觉 而洛洛 咱们现在知道洛洛大方啊 对吧 他是那种坦荡的 大方的 人人见了以后 都觉得嗯 景仰了这样一种美感 最后这个凛然如生 那其实这段话是在说 王维画梦 后来那个画像 这个画像长什么样呢 主要那个画也散失了 只能留下这个后人 临摹的啊 其实后人临摹的也不是很好 也不太能体现这个 孟浩然的这个整体精神风貌 但是他临摹在这个画里边 他这个和画配合的这些个字 是保留下来了 对吧 他说凌然如生 就说画的这幅画就好像 孟浩然火过来了一样 好 嗯 一个大帅哥的样子 他说老师 那我觉得你说这段的时候 越说越像一个 欧古灵犬的仙人 越说越像我们心目当中 这折仙人 施仙李白的样子呀 我也觉得挺像的 挺像我们想象当中 李白的样子 不过李白 长什么样呢 嗯 下期告诉你 谢谢大家